阿伯陀娜 阿伯陀娜也得翻成辟谕 但是这里的辟谕 并不是一般的比喻而已 这里原来的意思是贤盛光辉的事迹 贤盛光辉的事迹 后来就扩展到一般的事迹 另外有的从事实来显示过去的因缘 说种了什么因 今生得什么样的果 善因得善果 恶因得恶果 来显示善恶的过去夜因 所以辟谕有这样的意思 不过有一部分它已经很广了 就是有一部分用笔框 就是类似类推的 有时候也融色进来 不过原来的意思 它其实是贤盛光辉的事迹 阿伯陀娜者与世间相似柔软前语 底下举了一些阿伯陀娜 譬如中阿韩经里面有提到 常阿伯陀娜经 我们看角度一三四 这个根据音识导师的研究 这里中阿韩里面的常阿伯陀娜经 那就相当于中阿韩里面的常寿王本启经 中阿韩的启舌经 常寿王他被邻国的范魔达多王所捕获 果破家王 被邻国的国王抓住了 要处死 他的太子 常寿王的太子 叫常生太子 就赶快逃走 范魔达多王要把常寿王处死的时候 游接 那时候常生太子 在群众当中看到父王想要被处死 心里非常难过 那时候常寿王他就大声地喊 喊了几句话 就是忍能止怨 就是以怨不能止怨 你这样子渊渊相报啊 何时了 要忍 忍入 能够停止怨恨 后来常生太子 他自己学弹琴 非常得到范魔达多王的喜爱 信任 后来就慢慢升官 一直当作范魔达多王的护卫 有一天两个人就到户外去打猎 那常生太子本来有机会报仇的 可是那时候他想起父王的交代 后来 范魔达多王他醒过来的时候 那时候他累了再睡觉了 本来常生太子有机会报仇的 他惊吓醒了 说梦到长寿王的儿子 就是常生太子要报仇 他说那个人就是我 那后来他很感恩 就没有以怨抱怨 也把国家还给他 像这样有提到这样的 阿伯陀纳的事情 这个是长寿王本起经 阿伯陀纳的事情